第一组总决赛选手入场 一样 走了 欢迎来到总决赛 请领取总决赛规则卡 并前往总决赛选手专属休息室 专属休息室 那其他人还有休息室呀 人家在家呢就是 对呀 规则卡是这个吗 就我拿出来 然后一个拿卡一个拿奶 是 嗯 不 来 来 每个人都各司其子 行啊往里走呗走 呀又是这个休息室 有请第四季总决赛选手入场 呜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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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一季最舒服的一天了 感情享受一下这个吧 哎呀 二 酿酿枪枪亮亮枪枪 这一季一开始就是坐在那 然后又设计回到那个房间 就是有一些恍惚感 但心境可能又完全不一样了 第一次坐在那的时候就觉得说 哎这一季比到半球赛可能就挺好了 你们中的谁呀那我 哈哈哈哈 这个问题挺犀利的 很唏嘘也很心虚 那就我们六个吧 不得不说新人很强 一个都已经比到这了 好 哎呦 哎呦 哦 毛豆好可爱 第一是走到这 会有新鲜感比较多吧 挺紧张的吧 这代表比赛越来越近了 每年的总决赛都会是新老交替 我去年也是作为第一次进总决赛的新鲜血液加入到总决赛 还是有人在不断地成长不断地进步 我觉得这才是这个行业良性发展的一个象征 恭喜各位进入总决赛 本次总决赛将分为两轮 第一轮比赛结束后 排名前四的演员将进入第二轮 争夺2022年脱口秀大会总冠军 第一轮的出场顺序依旧由大家自行决定 我来开个场吧 庞博老师可能是为了给我们这些新人加以鼓励吧 确实很感激的 我在脱口秀大会从来没有开过场 我压了 继续最后一个吧 挺好的 总决赛前头请回答 谁最有可能 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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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了 还是开心的吧 如果大家觉得说你有实力能征管军的话 你最看好谁会夺冠 鸟鸟吧 我觉得鸟鸟你夺冠 应该是鸟鸟和呼兰的 胜率比较大 除了呼兰 邱瑞吧 可能 邱瑞的段子也打磨得挺好 包括童默南 童老师 我觉得徐志胜也有可能 每年能走到总决赛的那七八个人 他们的实力是相当的 谁夺冠好像都合理 比到这一刻谁不想争一下冠军呢 对于脱口秀演员来说就是一个荣誉 这一次比赛也是我认为整个人最好的状态 最亢奋 最比赛最渴望的状态 总军赛 加油 概率最大的夺冠可能是广志 他的文本能力还是一直都非常的强 每次都能给大家惊艳的效果 对于冠军大王 我还是有期待的 我就感觉特殊大会越来越像一个赛季了 就是一个篮足球的赛季 今年新的赛季目标什么就是走冠 大家一直说特殊大会欠乎让一个总冠军 该还了 从第一季开始 每一季都能走进总决赛的人只有他 我其实还挺希望自己 能像第一年进冠军赛那样 有一种冲劲 我带着我最好的准备来了 新人大家就会觉得没有什么经验 不可能一路走劳总决赛的 然后每年都会有人告诉你 就是有那种又努力又有天赋的人 一路建筑到最后 我本来参加这个大会 因为还是这个行业的山顶 想让山顶看一看 没想到这个山顶的山顶 毛豆是今年最强信任 一把就耍一顶决赛很厉害 但凡是说今年谁留下了很多筷子人口的作品 肯定是球瑞 球瑞开开心心的比完结了 莫南今年找到了适合这个舞台的风格 既然到了总决赛 那就努努力冲一个更好的成绩 鸟鸟她的稿 她的梗 她的气 我都认为是这一季的一个巅峰 好呀 死马当活马医了 从此从冠军了 小偈烧点 《万岐都是知非 Frei唱党》 欢迎来到 有 有 有 脱口秀大会第五季总决赛 有请总决赛演员入场 黄华拖鞋推广大使邱锐 我就觉得有点过于黄华了 有一天我真摔倒了 鞋还在脚上 北下关小学优秀毕业生 童莫南 但凡不是对自己的孩子 绝望着谁能送到那儿去啊 重磅惊人喜剧吹是斌 毛豆 那个微技术 行头还浪的亚丁万索马利海域 我在那儿辱大肠 拳王最后的帅哥 徐智胜 我现在不会是拳王最后一个大帅哥了吧 智胜绝美 勇敢对生活 绝绝绝绝的 鸟鸟 我都感觉生活在嘲讽我 不想知道答案的码就不告诉你 绝绝绝 冠军和爱情 不知道哪个先来的 何广志 我时尚先生 过拥72屏大号司 黑暗中还有一点像周杰伦 永远参赛 永远18岁的唐博 不过在那个时刻 我真的听到了一个声音说我要去上海 我仔细听了一下 是18岁的我自己 第四次向总冠军发起冲击的乌兰 听过吗 我躺有躺的价格 卷有卷的价格 请总决赛演员前往备战区 有请李旦 欢迎大家来到脱口秀大会第五季总决赛的现场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还记得三个月前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站在这儿扬言 我们这一季 每个人都能快乐五分钟 确实也做到了 一起节目两个小时 很多观众确实呢 也是只快乐个五分钟 一眨眼就到个决赛 给我们改正错误的余地也不大了 下一季一定改 如果还有下一季一定改 既然到了总决赛 按照节目的传统 我们也请来了突围赛的所有选手 和我们一起观看今天的总决赛 一起为总决赛的演员加油 有些演员呢 因为演出安排来不了 我们也很理解 就取消了他们的演出 排除万难 确实这几个举牌子都是比较缺钱的 排除万难 把大家请过来 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亲眼见证 这些把他们淘汰的人是如何登顶的 黑灯黑灯 其实你拿错字了 你不知道 你放一个 请坐 你们还准备啥呢 我们有口号 口号 都展示一下吧 万军冠军 都是冠军 好垮呀 他们 难怪被淘汰 至于总决赛的领教员 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 鲁毅老师 大盖志 我们总决赛 除了这些老朋友 两位领教员 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那就是 深受大家喜爱的 经典捐身游击呢 选用限定约1%珍惜 娟山牛 就跟我们今天选大王一样 层层把关 百里挑一 所以今天获胜的选手 除了获得脱口秀大王的奖杯之外 我们还将授予他脱口秀 娟山牛的称号 高兴吧 看他们把个高兴的 这场总决赛 八位一共要进行两轮比赛 第一轮中排名前四的演员 进入第二轮 决逐年度脱口秀大王 获得明年直通海选的资格 这个资格有什么好获得呢 这太傻了 获得明年直通海选的资格 对不起 我们第一轮的主题 第一轮是有主题的 第一轮主题是 愿你快乐不止五分钟 我们现在做节目 只能靠发愿了 我们也特意请了一位 对这期节目尤其不满的老观众 看着我们成长的观众的话 我们得听 让我们听一听 他对这一季节目的真实评价 有请